据说这个丹丹面馆子在京都很出名 一开始吃的时候 吴老板不让多杰吃肉末 这是为了什么呢 崔青先生吴老板的公司附近 有一家特别好吃的丹丹面 今天他俩带着我俩去尝尝 这个地方才好吃呢 要这个面中的才有自己的面骨 崔青一笑就什么烦恼都忘 首先吴老板给多杰师饭拌面 这个面这个 这个别的东西不要吃 单吃面 面挺好吃的 这张拌匀了就行 拌匀了拌面呀 拌凉面不知道 你先吃吧 你是什么 我是单单面 那这又不是单单圆 那不一样的各种 你吃吧 而且他拿肉也好吃 不许你常常弄的肉 他不让吃肉 他说等会儿还得干别的 这做鸡面嘛 就鸡面鸡 我点的这是有汤的 看着超辣的 这个像我们家那根炸酱面 我这个也好 我这是辣的 高潮来了 吴老板和多杰的这碗面 还配了一碗饭 上面扣了个生鸡蛋 然后把那碗面吃剩下的肉沫给拌进去 多急看完了吴老板这办法 有点手足不错 他在吃的方面的确有一些蠢笨 只有鸡蛋 我没有看到 尿兰 然后加热 中 对 好 然后有加热的 有加热的 我就加热的 我们都劝多杰加点辣椒酱 其实这辣椒酱一点也不辣 特别香 最终还是给它加上 这会有锅巴 太香了 单单面的肉沫加上芝麻酱什么的 完全融合在米饭里 然后高温加热 下边有锅巴 我感觉结了我的香愁 太好吃了 我没有来给人家做广告 此处已经没有广告费了 这段视频就是随手的记录 门头也帮我拍了 不过大家看我这个Google地图 应该能找到这个地方 确实好吃 确实独特